欢迎大家来到文臣Lucy的专栏频道 今天我们来带大家逛逛上海的第一学府 复旦大学还有她周围的乡圈 现在看到的是上海市的行政区分区图 那复旦大学就坐在黄浦江以西 市中心以北的这个阳浦区 那就是这个地图当中 风花明珠塔上面顶顶 上面点到的相对位置 那在百度地图上呢 你可以清楚看到 复旦大学在上海市中心 有好几个分区校区 那今天我们要去的是 向北少本部在阳浦区的邯郸路上 就是在这中间8号的中间的这个相对位置 那如果是坐地铁的话呢 我们则是搭乘前紫色的10号线地铁 那也就是通到虹桥机场的这条线 那我们会乘坐到这个五角厂地铁站 就是复旦大学的所在位置 那我们就一起骑着脚踏车来逛逛吧 今天很高兴啊 可以来到在上海的复旦大学的校园一日游 所以说呢我就租了一个OFO膜拜 然后来到这边逛逛校园 感受一项书香气息 无论在哪里啊 只要在大学里头的校园里头 骑着脚踏车就有一股小清新悠闲的感觉 觉得能够在这样的环境念书真的感觉很棒 就让人家不禁回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 那种一种很怀念的感觉 那唯一不太一样的是呢 例如说在台湾假说台北的第一学府是台大 燕林大岛 那这边呢可能就是充满了五头树 富丹大学创建于1905年 也就是说只是今天也超过一个世纪之久了 早期呢是由私人创办的事项 后来改制为公立 目前呢只属于教育部 还有上海市共建影的全国重点大学 在这一个世纪之内它经历了非常多 包含1919年的五四运动 1937年的抗日战争 还有1960年的文化大革命 以及后来的六四字节 直到今天 世上富丹大学算是中国最著名的名校之中 那也是文理一三足鼎翼的学院的个体 那在我们左手边这栋是校园内最高手的一个建筑物 叫光桃楼 在光桃楼上面有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景点 叫做星空咖啡厅 想带大家一起上去看看 一如我们眼帘的 正是它之所以叫清空咖啡厅的原因 正好是因为它有一种透明圆顶的建筑造型 那当然晚上如果不反光的话 可能是啃得到星星啦 我只能这么说 那它的整体的咖啡厅的风格呢 色系呢 我自己觉得是比较像台湾的波朗咖啡 也就是说不能不算是非常的modern或trending 但反而多了一种古色古香 还有书院风跟学院风的这种感觉 如果能够跟同学师生在这边交流讨论 说坦白真的会是一个很舒服很享受的一个环境 我们现在呢就从福南大学出发往东边走 到五角厂捡运站这边 那之所以叫五角厂呢 不外乎正好是因为它是五条大马路的汇集圆环之处 在这圆环的周边的五个区块 其实也是各个商场各聚一头 像包含了万达广场 巴黎春天 百连优衣城 大西洋百货 还有东方商场等等 商场彼此之间以及捷运站之间 也都有地下连通道贯通哟 哈啰我是观真 耶 我们现在在的是复旦大学旁边 就是五角厂还有连接 什么江湾体育场的地下街 然后这个地下街呢 如果大家仔细看一下啊 会看到其实其实蛮薄络的 一我自己的观察 我会觉得比台北东区地下街人还要多 而且待会如果看到它旁边的一些商店 其实人都蛮多的 所以让我有一种感觉是有点像东京 他们一些商场还有那个连通道 像杏树啊或什么那种地下街的那种感觉 算是人真的还蛮多的 然后观真说就是这边地下街 竟然还算是家人人还不算最多 所以平日的时候人还会比市人还要多 对 下班的时候 下班哦 这是个胡萝卜的地下街 待会来看一下 中间呢还有坐天井 虽然今天现在晚上看不出来 但就是说它白天的时候 会有一些自然采放 其实就是说 其实它这个地下街真的做的蛮认真的 你看这个天花板 所以有个没能吊灯 是不是比东西的地下街还要认真 真的 你觉得这个喷水是什么样子 有认真的一个地下街 那你会看什么哇 就这么高 现在聊天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像这张地图基本上是可以用百度手机板的地图 就可以看到所有商場的平面圖 還有它所有的位位圖喔 這個而且是在Google地圖上看不到的唷 非常有趣吧 那我們下一集再跟大家一起去旁邊樓上的商場一起逛逛啦